核四重啟方方面面不可行 公投重啟核四一案 正反双方的民调一路战况焦灼 现在也有学界担忧核四重啟通过 14号跨科系召开记者会 呼吁国人在重啟核四一案 投下不同意 核四其实已经是击中难返了 已安装的部分的设备 其实已经无法矫正修复了 那么有些部分设备是可以修复的 但是因为它测试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也没有办法重新来重测 拥有电机背景的清大教授 吕仲金表示 即便要发展核能科技 也需在核废料能解决 核能风险能降到可控制范围 并立法及取得民众共事下执行 而核四电厂的工程技术 有罕见的严重缺失 要发电也是要启用新电厂 另外从经济成本来看 目前各界只看到重启成本 废料处理成本 但东华大学教授戴兴胜就提醒 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成本 更是无法估算 且核四电厂至少要等到15年后 才能发挥功能 核四场对于台湾的能源需求 禁令排放 降空污等等这些重要的政策目标 根本只能够扮演极低极低的角色 反方学者助政 正方提案人黄世修 则选择在自由广场开始绝食 期盼唤起大众关注核四公投议题 学生将一路到公投结果出炉 黄世修一再强调 重启核四就是能源政策的方向 但有学者认为 国内要拼2050年禁令排放 目前能源转型 天然气就是过渡阶段 而这也牵涉到 护藻礁公投案的结果 目前这两岸正反方的民调差距较小 双方也把握所剩时间 积极传递理念 约翅新闻 阿斯波罗亮台北市采访报道